这个正好在这边我把视频也录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不是支持吉亚 作为一个解说 其实你不太好去支持哪支队伍的 因为如果说你 就是我尽量要保持自己的一个中立 我说的我看好吉亚就是纯粹的看好 从他的一个状态 从他的一个配置 然后从他的一个战绩 去分析我觉得这次吉亚的夺冠 会比较有机会一点 但我并不是说我是支持吉亚 因为我尽量会不支持 除了有的时候WBG没办法 因为跟老杨的关系在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也是要尽可能去保持这样一个中立 因为我很怕就是自己的内心有了倾向以后 你的解说就不那么的中立 不那么的稳定了 所以我其实是经常会努力克制自己 不让自己喜欢某一个选手 某一支战队 所以说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就我不是支持吉亚 我只是看好吉亚 因为这个很难办的 你但凡喜欢上这支队伍 支持这支队伍了 你作为一个解说 你就不能够公公正正去解说了 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你作为一个凡人 你对吧 有凡心 凡心一动 你就不能公正了 好吧 就说到这边 刚好录个屏也给大家讲一下 对 就这个赛季的话 我一直是比较看好吉亚的 我觉得吉亚 他的一个配置 包括他们求人者的一个超强的实力 是能夺冠的 我的组队是组阙 那这个是随机出来的 这边的话 红夫人其实这个阵容 红夫人就是千里找教授 千里找教授 但是这边教授带个飞轮的话 一个镜子如果空了 红夫人切过去以后 还要面对一手壳 这边教授一个反走 富兰这波反走 富兰这波反走 应该是发财哥没有想到的 发财哥这边要干嘛 如果说可以的话 他直接闪现 但是你敢吗 骗壳 他得是闪现打一刀以后 反手抬镜子 这样的话节奏会是比较快的 就看了这边抬镜子 抬镜子的话 整个击倒会相对来讲更稳定一点 但是你的击倒速度会慢 但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发财哥这边骗一手 富兰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的 这个不会给你说闪现拿我一刀的机会的 现在好像省下了一个闪 翻的话震慑 红夫人反正多给一段存在感 少给一段存在感 关系也没有那么大 还行吧 教授其实该做的 我觉得已经做到了 红夫人的话 一般来说 我给大家讲的一个是1分30秒到1分40秒的击倒 他是应该还是80秒 1分30秒其实已经差不多是极限了 富兰这边已经牵制到了1分40秒多 所以这个局 我觉得红夫人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是不太具备真胜能力的 不太具备真胜能力的 而且这个教授 这个教授红夫人不抬镜子 你想平地起他 你有个闪现都不一定有用 你敢闪我 你试试看 对不对 你不得照样骗我的壳 你照样 硬打壳 硬打壳 然后这边是交镜子带走 留一个闪现保个底 也行也行 发财哥这一手应该是想清楚了的 他应该就是来打你这个壳的 这个壳打掉以后反手一个镜子 你看刚好博明先倒地 这波发财哥算是算的很清楚的 但是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教授还有下一波 救下来以后 下一波双招在手 飞轮壳全有 这里如果说巴师傅的杂技救下来 但凡无伤救下来帮忙扛一刀 先吃一刀救下来以后帮忙扛一刀 也有可能出现四人开门战 但发财哥这边对于位置的一个判断 非常的精准 这样的话拦住了杂技的去路 这个位置被拦住有点尴尬啊 能不能先跳球队 他得赶紧过来了 要不然这个血线 因为机子是不够的 但凡出现一个震慑 发财哥就翻盘了 救下来 手里面的话 镜子CD是没有 闪现有 闪现有 你这边面对一个双招教授 包过来等下一波镜子 杂技这边的话 无纤帮忙扛刀 四人开门战依然有 这就是教授第一波 牵制时间够了 这个镜子没弹好 飞轮 第一时间没机会打出来 转镜 杂技这边帮忙扛刀 如果这个镜子废了 好教授现在强了 教授 我教授强 我这波镜子是什么东西啊 我这波镜子发财哥 这是运气还是计算啊 这 你让我怎么说呢 这波镜子 有点螺旋爆炸秀啊 这波镜子切过来 谁想得到啊 傭兵这边要不要走 傭兵走了 其实红夫人这边 我就站着不动 等你 现在有一个问题 祭司打个洞 两个人一块走 把洞打了 祭司翻回来 两边 诶 傭兵把机子点亮 这波傭兵点亮 反正我吃一刀 也不是第一时间倒 这边的话 祭司是没有飞轮的 镜子包住 一刀 应该是平了 应该是平了 哇真的 不是这个镜子的话 私人开门战 应该是妥妥当当 教授有壳 杂技还能帮忙扛刀 这红夫人面对这两个人 一点办法没有的 这波螺旋镜 我得好好的回去细品 兄弟们也可以细品 这波镜子是 真的是发财哥算过的呢 还是刚好过来有这个镜子 接着 再见 没有 都没有 你